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画 这个影片要为大家解说的是植木的法则 那么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故事开始 我们的绿头男主正在扫地 接着有三个混混来找茶 很快的,三个垃圾就被解决了 剩下最后一个 他们的老大打断他的哨把,冲向绿头男主 这时,绿头男主手中发出清光 然后长出一棵树,直接把它们打倒 他的名字是植木耕柱 最喜欢说的话是正义 然后他的同学从一旁偷看他手中长出的植物 说植木是外星人 他叫深爱,我们就叫他小爱吧 接着是另一个人,在树上 那是他们的班导老师小林老师 植木的能力就是小林老师给他的 他展示一下,他对植木说过 用这个能力伤害人类的话是犯规的行为 现在他打算惩罚植木 原来小林老师是天神的后补 小爱看着前面古怪的大叔 都觉得他是神经病 包括他在内,人间共有一百个天神后补 他们会各自挑选一名国中生 并赐予他们特殊的力量 然后让他们战斗获胜到最后胜利的学生后补神 就能成为下雨人天神 这时的植木在睡觉 他的两个同班同学说 植木变得非常讨人厌了 他之所以突然被女生讨厌 是因为他受女生幻影的财消失了 所谓的财就是财能的意思 他只要每用一次能力伤害一个人 他就会消失一个财能 就是小林老师说的惩罚 小林老师说给植木能力的事情是半年前的 他那时要给植木特殊能力 但是植木不要 是小林老师展示一番 他手发绿光把那棵树给打坏了 但是植木说有没有办法把这棵树给还原 小林老师就把垃圾变成树木的力量给了植木 植木说由于太麻烦了 就选这个能力吧 然后就走了 如果植木的财能全部消失的话 它就会消失 有个人站在天线杆上看着植木 他也是天神后补之一的拳玩 他问小林老师 没有把这场游戏的奖励空白制裁 这件事告诉植木吗 胜利的人可以选择一项他们所喜欢的才能 小林老师说 善良的人得到空白制裁能实现伟大的梦想 但是如果邪恶的人拿到空白制裁 就会摧毁他们的梦想 所以他们才要筛选有资格获得空白制裁的人 这个拳玩来这里就是为了找符合资格的人 小林老师还在观察植木 看他到底适不适合代替他参加比赛 这时有个人跑进饭店 然后创导植木 就是火野国中最危险的大只老 植木拿起那空的饭碗要他赔偿 可是大只老一手就把他抓起了 原来大只老被黑衣人追杀 他带着植木然后逃走了 小林老师还在为此高兴 因为跟大只老黏在一起 一定会有很多麻烦事 这是确认植木争议是否的最快方法 植木问他为什么要逃跑 大只老说 追他的是一个狗屎医生 他最看不顺眼的那种人 所以就把大便放在医生的车里 让他变成名副其实的大便医生 这时有一个小朋友出现 他说放大便其实是他 因为那个是一个黑心的医生 他为了钱害死了小朋友的母亲 那个大只老只是刚好出现罢了 小朋友就说 为什么要为自己背锅呢 大只老说 他从以前就是这样 只要一发生事情 所有人都会认为是他干的 所以他就顺理成章 成为犯罪的那个人 植木问他为什么要逃跑 那种人把他痛点一顿就可以了 大只老说 他下定决心不再打人了 这是他跟某个人之间的约定 这时大便医生找到他们了 他围住小朋友 然后小朋友就跳进河里了 然后那个大只老也跳进河去救他 医生说 植木是跟他们一伙的 都是垃圾 顺便跳下去吧 植木反手就把大便医生给打飞 小林老师要见识植木是否会不惜失去才能 来施展他的争议 这时大只老想去救小朋友 但原来他自己也是不会游泳的 然后植木抓住他们两个人上岸 但是来不及了 他使用垃圾变成树木的能力 再合种出一棵树才得救 大便医生拿出鞭子 把大只老打倒 植木帅气的站在他面前 小林老师在想 他会不会使用能力呢 但植木还是被他编倒了 原来他的争议只是这样而已 老师在看上那个布条 原来今天是零垃圾运动施展中 所以路边都没有垃圾 可以让他使用能力 大便医生把大只老的膝盖给打伤了 这时小爱也忍不住了 他去帮植木给找垃圾 大便医生把植木和大只老五花大榜 准备用车把他们撞上天堂 大只老说 如果当初没有答应那件事 他就不会这样了 他想起到场的师父叫他不要乱打架 但大只老说 他想验证自己的实力 而去街边打架了 很快的他就被街边小混混 给玩到体力耗尽 大只老的师父说 为什么没有办法变得更强呢 你就在于你变强的目的 完全是为了你自己 必须要为某个人变强才行 但是大只老问 他应该为谁战斗呢 师父说 只要你不出手打人就可以找到答案 可是大只老这一整年来都找不到答案 现在大只老他找到答案了 他看着一旁的小朋友 然后浑身是力的解开了铁链 后一拳把大便医生的怪物保镖给打飞了 可是他的膝盖刚刚受伤了 所以现在他逃不掉了 医生也准备用车把他撞上天堂 这时植木挡住了大只老面前 千钧一发之际 小爱把垃圾送到了 接过垃圾的植木把树木给招出来 弹开他们的车子 大便医生打开他车里的装置 伸出了一个巨大刀片冲向他们 这时一棵大树就从地底转出来 把医生的车给吃穿了 林老师也认可了他的争议 他就选择他代表自己参加比赛了 那么来到第二天 小爱想起老师说过的那些话 她说植木从现在开始 就要展开战斗游戏啦 而且没有人知道能力者会在何时出现 这让小爱非常担心 这时植木被老师叫起来解答 在他的一轮操作下 众人都觉得他是个天才 但是植木说他根本都不知道答案对不对 原来他上次用能力打倒大便医生的时候 让自己读书的才能消失了 小爱决定拿着足刀保护植木 不让能力者接近 这时一个穿着浴袍的男人 拿着两只铁棍走过来 那男人憋气结束之后 铁棍就变回布了 原来他是要在都市寻找温泉 他的能力是 憋住呼吸的时候 把布变成铁的能力 这时天空出现一两巴士 然后小爱人说 本次的报名时间就此结束了 一百名的天神后补 全部都顺利完成报名手续了 接着他就向大家解说参赛规则 天神大人一出现 说只要战胜到最后一刻就OK了 第一次的预赛战斗方式 自由选择 他们可以使用他们的能力 或者徒守战斗 只要打败对方就可以了 输的人就会丧失能力 然后淘汰出局 这场战斗就会从一百名中 筛选出二十五名 进行下一轮的战斗 还有这场战斗的胜败关键 就取决于财 所以要小心不要使用能力 伤害到普通人 导致财的消失 他还说 小林先生选的植木同学 目前已经丧失了两个财 植木看到 澡堂烟囱上有一个女孩 然后刚刚那个拿着两根铁的人 爬上去要拯救他 小女孩不小心跌倒了 那个人把布绑着他的脚 使用能力固定着救下小女孩 然后植木就一声烟灰的走出来 原来他刚刚进烟囱 把那个小女孩的纱包给找出来了 那是小女孩的奶奶 做给他值得纪念的纱包 那怪人也觉得植木的新装好 于是被小爱给拉走了 小爱不断怀疑身边的人都是能力者 这时他撞到一个高中生 小爱不断的喊 能力者在哪里 是让那个高中生知道了植木就是能力者 喝一口水然后喷出火来 把植木的苏包给烧掉了 你就叫他火人吧 火人不断的喷火攻击植木 他们逼到了体育馆 火人说他是为了空白之财才战斗的 他想得到胜利 得到支配之财来掌握这个世界上的人 他喝下一口水就直接喷火了 植木把他丢的垃圾变成树木来挡住火焰 但很快的树也被他烧倒了 小爱说你随便攻击人 你不怕你的财会消失吗 火人说那是防止能力者攻击普通人才定下的规矩 可是不包括能力者 他说植木不懂得运用能力 他把水喝下在漱口的话 就可以提升火焰的性能 但是攻击被小爱给挡住了 他不敢攻击小爱 因为这会失去一个财 火人直接走上前把小爱给打飞了 这时植木拿起垃圾 他说他要想象 然后就长出了植物 火人把那棵树给烧掉之后 弹出很多痘痘攻击火人 原来那是烤熟的栗子 这时那个怪人已经在上面看他们战斗 被栗子弹到眼睛的火人 他生气了 他使用1000度的盐弹攻击植木 那是速度非常快的攻击 火人继续连续攻击 虽然植木全部躲过了 但还是累倒了 这时植木竟然站了起来 火人使用最后的大招攻击植木 但是植木还是爬了起来 火人找一找背后的水瓶 竟然给他用完了 突然上面传来一个声音 就出现了一个大冰箱 里面全是水 原来是火人的神后补帮助他 但这是犯规的 因为这是关于他能否成为天神的战斗 现在火人使用最强的必杀技 盐弹3000度来解决这场战斗 那怪人也看不过眼了 他用他的能力把布变成铁弹开盐弹 那个怪人是左野青一郎 我们就叫他一郎吧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